勇士市职联盟第一七十一 伊格达拉提议勇士老板该给库里分红 请与个理性分析是否该给 给多少合适啊 现役的话肯定不能给啊 那你这会给的话 那这属于是额外奖励了 联盟是不允许的 所以伊格达拉奖励的话 表面上是着眼于当下 实质上是放眼未来 伊格达拉相当于是T4对方库里 以及库里背后的商业团队 提前发出了一种商业了 考虑到库里至于 整个球队这样一种文化第一 再结合呢 就是荆州军团 勇士队这么一个精致招牌 他其实靠什么 打通全球市场呢 成为一个全球范围之内 极具知名度的 这么一家运动俱乐部呢 史丁库里的名头 不得不讲这东西绝对是 重中之重 因为运动队就这样 你本质上吸引全球关注的话 靠的是啥呀 真说靠的是一支球队啊 通常来讲很少 一支球队的话 只在当地球迷 群体之内有好道理 你比如说这个 北美地区来讲 也就弯曲 人家支持的是这支球队 而非个人 但全世界范围呢 通常球迷啊 都是因为 喜欢一个球形 爱屋及武 连带的 对于这支球队 形成了一种感情的联系 所以金正宗主事啊 现在市值干刀七十一靠的是啥呀 NBA球队向来 他不是仅仅着眼于当地的基本盘 因为NBA是北美四大体育联系当中 国际化最成功的 所以他这个市值啊 国际化吸引相关 有很多品牌为了打通国际市场 赞助这家居住户 包括他的转播权呢 向全世界行销啊 所以金正宗主事啊 想要维持住 如今阶段的成就 市值方面 从09年呢 斯蒂昆克里 未入球队之前 当时就联盟中下游 排名应该是20名左右 买这支球队拉克布 他也没花多钱 总共3亿还不5亿 反而是不准太值钱 但现在呢 已经一举约升到70亿了 不光是联赛本身谁兆船高 他自审这样一种俱乐部啊 本身的价值的巨幅力约升 这些东西 勇工赌啊 一举返超 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 联盟老大纽约尼克斯了 尼克斯作战这个黄金地段了 那属于是 整个美国最富有的人群 集中子弟 大纽约翁 但现在被勇士队返超了 可见的 库里这种魅力 所以 万绩伊格达拉这种提议呢 也算是给勇士队提个醒 就这事如果你不做的话 一旦库里推 你的市值就会立即锁水 如果你这么做 引入库里成为老板 那么这种文化 就能够得到长久延续 世界范围之内 这样一种影响力 号召力啊 可能说 存需期呢 进一步保险 这是有必要的 所以未来 库里啊 就是以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低人的价格 内购勇士队的股份 这么整 因为是内部瘾嘛 价格肯定是 有一定的让利的 你比如说 两大老板呢 分一定的股份给库里啊 那这会儿就说考虑到长远的境 求对市值的维持 你们做出一定的牺牲 长远来看也是划算的 估计会让利 到时候 库里就会成为 勇士队的小老板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